各位老板 这周咱们做点什么选题好了 我这闺蜜买了个未来 你们玩过那个nomi吗 nomi nomi 玩过 垃圾 nomi多可爱 怎么 可爱 你自己看 我特意关注了这些 这不就是一个机器 你都会拿到饭吃吗 多开心 和两个 开心 你自己一个人看车都不无聊呀 好好好 要不这周就做这个车机的选题吧 第二天 在小牌疯狂沉迷于自拍的时候 我开着自己跳的车 和他进行了高层会务 你终于来了 我跟你说 在我这台卖瑞宝XL的MyLink Plus面前 nomi 没有me了只有no你知道吧 但是他很可爱呀 那个怎么样不好用啊 你就是人 你再说一遍 哦 这什么东西 同志们 停止你们的口水站 光说不练假把式 用语音控制完成以下操作 做主架打开全部车窗 做副架将空调调整到17度 做后排播放两只老虎 还有柱还有柱 用时短的加5分 但如果车机识别错误 错几次扣几分 我这个肯定能有 开始 你好nomi 你好nomi 哈喽nomi 嗨n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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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把所有的车窗打开 好的 嗨n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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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啦 把主架的空调调到17度 好的 嗨nomi 嗨nomi 我来啦 把主架的空调调到17度 播放两只老虎 现在要播放的是很多的两只老虎 耶 比西 哈哈 开始 你好小宝 打开全部车窗 你好 抱歉 我还不会 手动手动 你好小宝 将主架温度调至17度 你好 好的 好的 你好 你好小宝 我要听两只老虎 我们实力演绎了什么叫菜鸡护卓 最终两人的成绩定格在了30秒29和42秒11 所以你比我慢 我呢先加了五分 但问题是我没有打开全部车窗这个功能 所以得扣一分 所以现在我是四分 因为时间上确实我用的时间比较长 好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你那个幻想词没有搞清楚 你看 我叫他的时候缩亲切 你好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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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得很蠢吗 哪里蠢 这个东西开车的时候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啊 在和小白没开二度的争吵后 我被突然袭击了 你跟人 这好疼啊 内伤 我们的challenge2来了 他说智能车机最大的意义就是导号和听音乐 没什么道别啊 没人会真的用他们去订机票付停车费 我反正不会 我也不会 但是去指定地点的难度太低了 你们要帮我买到小当家极美味的饮品 小当家打了个双引号 由摄影师决定谁买的更赞更好喝 用时短的人加五分 摄影师觉得美味的加十分 祝路途中不能用手触摸车机屏幕 碰几次扣几分 走走走走走走 你好小宝 帮我找附近最好喝的饮品店 下一页 第一个 嗨 Nomi 我来啦 帮我导航到最好喝的甜品店 有这些目的地 我们去哪的呢 最近的 我们这次规则是不能用手触摸屏幕 所以谁摸到屏幕谁就要扣分 最近的 到底什么样的车机才能算是好用的车机呢 我觉得首先了解用户的需求是很重要的 那现在的人 我觉得使用车机 无非就是听听音乐 找找行 然后甚至说远程启动 还有手机互联这些功能 你能实现这些功能 就OK了 不需要这么多过于复杂的东西 去夹在车机里面 你看又支持百度的卡F 和Apple的卡Play 对吧 这些手机连接 它配备的基础应用里面 都是终身免流量的 当然它还有通用自家招牌的安吉星 所以我觉得像MyLink Plus这样的车机 就足够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好小宝 我想听张学友的情书 我先期在研究这个MyLink Plus这套系统的时候 发现它还有内置一些梗 我来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吧 你好小宝 你好 你好 我真的累了 要不要给你和快车车加油 有需要请说 查询附近的加油站 Hi Nomi 在呢 你长得真好看 而且你想想 你平时一个人坐在车里 一直在和一个车机聊天 这显得多孤独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它有很多的装饰在这个脸上 就感觉好像我在真的和一个人 或者是说一个活的东西 小宠物在说话一样 特别可爱 走走走走走 赶快上去买洗茶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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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的经验啊 它肯定会在最外面 洗茶种它肯定都是开在最外面 通行道行开始 请延标签道路向东出发 向东 东在哪边 这边吧 那边没有看到呀 在哪边 8042 来一杯 这个吧 好 哇 哇 其实我现在开的这台 2021款的迈瑞宝XL 除了把这套MyLink Plus系统 它的语音识别正确率和速度 提升了之外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 这台车 车内有好多好多的Alcantara 在方向盘 中控 扶手箱 门板上面 哇 基本上我手摸得到的地方 全是Alcantara 我觉得它真的比 麦凯伦极技上面 用的Alcantara 还要多你知道吧 特别夸张 还有整个座椅用的都是Alcantara 不过 现在有点热 但是没有关系 它的座椅通控和加热 都是设置在了你 伸手可及的一个地方 都有实体按键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按实体线来这块的 不一定什么功能都要去用语音识别 所以要回新机场 我们知道小白是在我们前面倒的 还是在我们后面倒的 朋友们 要比速度 我有技术才AK 是绝对不会输的 我又先倒了 就像前面一样 我也比他那个 未来ES6来着要快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等他吧 哎呀 散散步 挺好的 这也太猛了 你怎么倒得这么早 我又先拿了五分了呀 轮到你评判了 我有四种可外可以选择 哪一种最好喝的 你先喝这个 你先喝这个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这个 果肉在嘴里面在跳舞 有没有小当家在后面美味爆发的感觉 有 你不行 你的手不行 你的手不行 我还给你 车铭 就二选一就可以了 你觉得哪个好喝 真实想法 这个 不是 你告诉我喜茶输在哪里 因为我不是女的吗 不是美女为你喝 所以就输了是吗 因为他买了四杯 所以我输了是吗 但是我先到的 好你加五分 但我觉得好喝 你加十分是吗 那现在我们来算一下总得分 第一轮的battle 我在速度上是赢了 但是我有一个功能没实现 所以我最后是得了四分 然后第二轮的battle我是先到的 所以加五分 我现在是九分 你呢 赢了口味分 因为你买了四杯 所以就是课金了 你知道吧 我竟然被课金给课掉 干杯 我觉得喝到上面还不错 你别喝我的 我跟你讲 又来了 表达三 已经2021年了 没有人离得开手机的诱惑 有了手机谁还要车机啊 将自己的手机与车连接 连接花样多的加五十分 这还比吗 我赢了 这五十分就是犹如碳囊取物 你看啊 我跟你说的说的 第一 我往这里一滑 你看 Apple CarPlay 百度CarLife 对吧 我现在有一个连接线 它是Type-C的口 当然它也可以支持USB的口 两种接口都是支持的 然后插上手机之后呢 对吧 没问题 我能用CarPlay 当然你说如果你不想用Apple CarPlay 也没有关系 我在设计里面 我还有蓝牙 蓝牙 谁没有呢 不是 你没有CarPlay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CarPlay 你没有CarPlay啊 走吧去看一看呗 首先 它有无线充电 你看就是感应不好 而且充得很慢 无线充很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车机 如果要是连的话 还可以用蓝牙来连 然后请问你有CarPlay吗 对吧 没有CarPlay嘛 那奴米怎么可能有CarPlay呢 也没有CarLife 可是它这个内置是里面有很多啊 比如说Q音乐啊 喜马拉雅等等 QQ音乐有版权 如果我是网易云用户呢 所以最后一轮我加了50分 然后这场比拼就是暗赢了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来跟你们最后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这两台车 他们车机部分的得分 首先在第一和第二轮的环节当中 我用得了9分 它得了10分 在最后一轮手机连接的项目当中 我轻而易举的得了50分 所以我的总分是59分 你呢就是10分 10分可爱心 所以最后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首先 马林Plus 我觉得不用我再多去说明了 它就是你所需要的那个车机 Apple CarPlay CarLife 蓝牙 还有它自己自带的车机 都能满足你日常所有的实用的需求 但是呢 唯一要提升的地方 我就是觉得它在语音的指令方面 它的功能性可以更丰富一些 然后小白 你觉得你的Nomi怎么样 我的Nomi 首先它很可爱 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 我觉得对于一些比较喜欢这种新事物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有好的伙伴 确实在CarLife CarPlay的比拼当中呢 我输掉了50分 我也非常对不起我的闺蜜 不过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也是它需要提升的一个部分吧 我觉得叶老师已经透过事物看到了本质你知道吧 当你拥有手机的时候 那一般人肯定是更会优先使用手机 而不是车机 所以你的车机是否支持手机设备的连接 以及在手机设备支持连接的情况下 使用是否方便 我觉得这个才是衡量车机它是否好用的重要的一个标准吧 那这大概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所以希望能对你们有一些些的参考和价值呢 我是有机书的IKI 我是高美小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一定要记得点赞评论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